坦白說有點尷尬 初初的人叫我藝術家的時候 我也沒有特意放時間去做我的所謂的創作 我會分得挺清楚 我會分了一些我喜歡做的事 以及工作 我喜歡做的事是什麼 就是在街上走來走去 有些東西覺得有趣就記錄下它 有時會有些交友在中間產生 我以前的方式是 我會拿著筆記簿 有些東西覺得有趣我就會寫下來 我作品的類型跟其他不同 以前的作品其實不是一種很… 怎麼說 不是用身體的sensibility來理解 它不是一個展場你走進去繞圈 作品的顏色和空間感給你影響 作品是一種你的思維上的改變 你無需要通過一些 physical的東西才能傳遞到你的作品 給別人 反而就是語言本身已經傳遞了 所以我們其實有一些範圍是做這些作品的 叫做concept to work 但是我的作品 但是我的作品 尤其是抽象到只是處理concept to work的東西 而我正在處理我觀察到的東西 基本上 反而我的作品其實就是要說這件事 就是告訴你 其實你對你的生活 其實有多些的留心的話 其實你的生活可以漂亮些 或者你的生活的感覺可以不同了 但是社會正在改變著 很明顯 尤其是香港的環境 改變得很快 2014年的改變就是 由你的一種對整個公民社會 對香港的想像去一個很浪漫的高點 突然見到我去死點 那種狀況 你會慢慢失去自己 我覺得 散後就是你那種環面 令到自己 不知道有些什麼可以支撐自己 突然抽空了 好像沒有東西支撐自己 那時候我開始做一些事情 我開始寫時間表 於是我就把生活 計劃得很仔細 每半個小時怎樣做 做了些什麼都寫得起 但是那個表呢 很有效果 因為Viso拿來了 我一段時間的人的狀況 而我觀察到自己 大概經過幾個月時間 我就沒事了 實際的環境本身 真的會對人 產生了一種改變 在2015年開始 我就 在偶然的機會 就開始要到法院聽審 我很難專注 我以前的專注就靠在街上走 然後看到一些東西 記錄下它 現在的專注就是要到法庭拿著本寶 在錄下那些庭上面的東西 那圖形會好像幫我 來專注於某一些想像的來源 而這個想像的來源 不是我很大程度上 思考要怎樣出來而出來 它基本上是一種 沒有太大意識的阻力下 而產生出來的 這個也是一種release 就是一種釋放 就是它自己走出來 政治上我是可以很清晰地說出來的 但政治上那種清晰 是已經說到沒有語言可以再說 所以就要通過圖案來釋放 一種我們還有一種語言的新的可能性 而我覺得現實已經沒有空間給我們思考 藝術是一個可以有的窗口 於是我嘗試去打開 我覺得藝術家的責任一直都在這裏 就是幫我們來提供多些在這個世界的方法 如果這個世界到時真的沒有東西可以想像到 而也沒有藝術家來打開這些窗口 那我覺得這個世界都很絕望 我想到現在就是我沒有回教會這麼多年 我仍然都覺得我自己是一種有那種faith的人 就是你相信這個世界是有安排的 你相信這個世界是可以找到一些好的東西 所以在我的日常生活裏 多悲也好 都有一個位置我可以專注 例如這個世界都火足了 我都可以看著那棵未被燒到的那棵樹葉 那我已經夠滿足了 那這個是我的faith 都可以看到就看著我 那我可以看到我覺得這很 visual 解釋自己的啊 一定會是真的 有開程 будет嗎? 有開程 我們可以測過 那我可以看到嗎? 感谢观看